中午有狂風暴雨,期間更加落埋博 天文台解釋是大氣不穩人事 馮子健報導 由張君澳保營花園的居民提供的片段見到 大雨夾襲著冰波,不斷傳出啪啪聲 另一段片就見到冰波好像落雨般散落的地 天文台在下午1時收到張君澳的冰波報告 解釋這次落雨是因為大氣不穩定所致 高溫觸發了強烈狂風雷暴 這些狂風雷暴的對流活動比較強烈 所以將大氣中的冰粒大增進地面 形成了我們看到的落雨的情況 香港落雨始終少見,但是否完全沒有,又不是 狂風暴雨期間發生不少意外 下午大約1時,張君澳環保大道與石閣路交界 一個地盤的5米乘5米棚架倒塌 消防員到場戒備,沒有人受傷 下午大約2時,一個男人在西貢海面 撐獨木舟期間,遇到大雨和閃電後登島站備 男人落海向沙京的船球救的時候 懷疑被雷電擊中,由直升機送去東區醫院後不治 有線電視機